这是今年国产聚集最高分 也是最高能的一幕 美丽的皮囊 扭曲的灵魂 完美诠释了人性在金钱面前 有多么的不堪一击 被富商征服的小红发现 原来五星酒店的大床 睡起来是如此舒服 她回味着昨晚发生的事 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下半辈子的提款机 一番约扬细水之后 小红正品尝着酸甜的果汁 富商又殷勤地送上一份礼物 是啥啊 打开看一下了 是香水 是她一个月工资才买得起的高档牌子 喜欢吗 喜欢 你送我我就喜欢 没想到富商另有目的 你跟什么熟悉吧 就是谈情的那个女孩子 还可以吧 哪有机会 帮我约她一起出来玩了 小红明白这意思 但她选择装傻 什么意思啊 玩傻 你听不懂吗 女人的妒忌心 让小红情不自禁地反问 我没她好吗 富商笑了 你很老 她也很老 但是你 不是她 我们是朋友 富商又笑了 你的意思是要加钱咯 你在委托里亚球朋友 钱 这个好东西 有了钱之后呢 都有好多好多的好朋友 想一下 小红的良心有些动摇了 她会想起和沈默相识的那个夜晚 想来酒量很好的小红 看到梅姐被客人刁难 便主动上前挡酒 我干了 客人还是不肯罢休 这一瓶我吹了 顿顿顿灌下一整瓶红酒后 小红下班时已经快不行了 司机把脏了车子 让小红赶紧滚下车 同事们没人之声 只有沈默主动上前搀扶 陪她在马路边上泻下吐 之后沈默把醉倒不行人事的小红 带回弟弟傅卫军的录像厅 酒劲上来的小红 偶尔又吐了满满一脸盆 生怕小红伤到肠位 沈默特地嘱咐傅卫军去买了混沌 一个是聋哑青年 一个是红尘女子 两个年轻人四目相对 都有些不好意思 你挺帅的 扶卫军裹着军大衣 靠在火炉边将就了一晚 第二天醒来 她去打招呼 望着对镜梳妆的小红 突然有一种一见钟情的感觉 一会儿洗了再给你 扶卫军做梦都想不到 小红就是农夫与蛇中的那条蛇 这一天之后 这个女人将会为了一点臭钱 以吃饭为名 约沈默出来 在天人交战的思想斗争中 金钱的诱惑战胜了友谊的纯洁 她把沈默的清白之身 出卖给了正在巷子口等待的富商 而小红也因此踏上了人生的不归路